嗨啊 不仅只有泪水 还有那么一点点骄傲 好可爱啊 五彩缤分夏令营 能够享受最初的舞蹈的快乐之后才能有更多的可能性 走 走 走 他陪着陪陪我我们就长大了 所有宣传和继续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光临舞蹈世界2015五彩缤纷夏令营 让我们一起大声的说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五彩缤纷夏令营 谢谢所有光临现场的朋友们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光临现场的五位舞蹈员 哇 他们真的是大有来头 首先要认识的是舞蹈世界的老朋友 娄乃鸣 娄仙女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下坐在楼岛身边的唯一一位男士 刘静 刘老师 对哥 来 让我们欢迎王小燕 王老师 来 我们欢迎舞星星 欢迎胡玉婷 欢迎胡玉婷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一号团队闪亮登场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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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特别认同楼道刚才说到的就是现在的很多少儿舞蹈作品 一些题杜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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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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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小男孩呢 因为呢 我们几个人都觉得 伴男孩呢 比较有趣 而且男孩比较帅 比较有挑战性 有余挑战 这孩子够棒的 所以刚才我猜的是错的 你也是小女孩 对不对 Yes 你是其中最大的小女孩吗 不是 不是 但为什么选择你 做小男孩呢 因为我们比较喜欢 做小男孩啊 性格里面像是吧 比较开朗 你是女汉子不 不算女汉子 也不算淑女 就是有向女汉子 发展的前置 我们这个团队的推荐人 是金晶 对吧 金晶作为这个团队的 辅导员 有什么样的方式推荐 哎呀 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啊 我们大家都沉浸下来了 因为这是一个很有 我借刘老师一句话 很有味道的一个作品 弄堂里面的场景 让我们一下回到了 上海那个 细雨绵绵的这个季节 然后呢 我们所有的孩子们 拿着自己家里的小板凳 坐在弄堂里 听着老师 给我们讲着这个 课文上的 精彩的 绚丽的 你眼外的世界 所以整个的故事呢 整个的舞台的 包括舞台的呈现 我觉得都非常的 有味道 非常的让人 值得深思 和让人去回味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 呃 我是强烈推荐这个作品的 大家赞同吗 哈哈哈哈 如果赞同 那么就请您 拿出手中的按键器 为我们的 三号团队投票 好 来 请按键 好 在这个间隙 我也想问问我们其他的几位嘉宾的看法 呃 王小燕老师 我觉得这些孩子呢 一个是把导演的这个作品的意思呈现出来的 最重要的 我是因为搞表演出身啊 我是搞舞蹈表演的哈 但是我觉得这帮孩子的表演是最棒的 他那个笑 他那个真诚 那个看 那种接鱼的感觉 真是发自内心的表现 每一个孩子表演都特别棒 不是一两个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这帮孩子 真的是训练有数的孩子 真的祝贺你们啊 非常的棒 小女汉子 你给我们来一个 你给我们来一个 你认为最招牌的标志性的动作 好不好 在里面 好吗 来 一 二 三 啊 好 好可爱啊 好了 这就是我们三号团队的表现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截止到目前为止 三支团队的排名情况 请看 好 我们看到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 三号团队 掌声送个小朋友们 谢谢你们辛苦了 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这一季的舞蹈世界 五彩缤纷夏令营特别节目 设置了这样一个环节 是希望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 嘉宾在我们的舞台上分享对于舞蹈 对于孩子的感受 导演组向我发出邀请说 这一期你来吧 我经过了深思熟虑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叫做 我为你守护 其实我觉得守护对于我这个人来说 我觉得这个词稍微有点分量 因为守护它需要力量 需要精力 需要时间 更需要勇气 我特别庆幸五岁的时候 妈妈带我走进了排练厅 接触到了舞蹈 推开那扇门 我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 那个时候每天上课是和基本功有关 压腿 皮刹 撕腰 前桥 墙脸 等等一系列的基本功 可以说每一堂课 都是伴随着泪水度过的 那个时候 我会偶尔流着泪看妈妈 我会发现 陪我上课的妈妈坐在角落里 她也在流泪 我还记得 小的时候爸爸陪我去上过一节舞蹈课 那个时候我们练习下腰 我是特别认真的孩子 很多小孩坚持不了了 他们就直接坐在地上 但因为我就一直坚持下去 认死理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着 等到手支撑不住的时候 人就直直地躺下去了 头就重重地磕在木板上 爸爸听到咚的一声之后 就 大不留心地冲向我 抱起我 一步没回头地走出了排练厅 留在身后的妈妈 我想 留在身后的妈妈 我想会有一些尴尬吧 我以为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永远地可以不再学习舞蹈了 没想到后来 爸妈经过了一番争论之后 转天 妈妈又风雨无阻地 带我走进了排练厅 虽然最终我没有从事舞蹈专业 但是兜兜转转地 我来到了舞蹈世界这方舞台 曾经我认为 舞蹈 对我是残酷的 曾经我认为妈妈对我是残忍的 但是 有一天 学校联欢会 我站在舞台上 穿着妈妈给我缝制的 藏族舞蹈的服装 跳出了那段特别简单的 北京的金山上 我看到很多同学给我鼓掌 我看到很多同学眼睛里面 羡慕的目光 舞蹈 不仅只有泪水 还有那么一点点 骄傲 如今我站在了舞蹈世界的舞台上 每天都在看着 不同年龄段 不同背景 不同经历的人 在我们的舞台上 展示他们的舞蹈梦想 特别是在夏令营的舞台上 我看到了很多 知其未托的小朋友 就好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所以我在想 他们是何其的幸运呀 能够在自己的童年时光 有这方诺大的舞台 给他们展示 有五位嘉宾 那么耐心的 那么细致的 给他们点评 给他们助力 有我们身后那么多 可爱的观众朋友 给他们掌声 给他们喝彩 还有我们台前幕后的 那么多工作人员 灯光 音响 键盘 导演 台前幕后的所有人 都在坚守自己的岗位 只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守护孩子们心中 娇嫩的舞蹈的种子 所以我在想 我为你守护 也许不是一个口号 但是却是我们 能为孩子们 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要为他们 守护舞蹈梦想 我们要为他们 守护心中的红武鞋 有人说 每一个不曾 与舞蹈结伴的日子 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但我想说 每一个与舞蹈结伴的日子 都是对生命的献力 所以 无论是你 我 他 都让我们一起 为孩子们守护吧 也许此时我们守护的是 孩子们舞蹈的快乐 但我相信 此时我们守护的 也一定是孩子们 美好的未来 谢谢 我想此时此刻 我们应该再次 把掌声送给 所有 我刚才提到的 还有没提到的 为孩子们的舞蹈教育 做出贡献的 所有舞蹈老师 舞蹈编导们 谢谢你们 你们辛苦了 谢谢 那么就让我们带着 满满的爱 带着满满的期待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四号团队的小朋友们 我们掌声 送给他们 有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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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青花样 白虫歌样 闻闻闻闻闻 喳喳喳喳 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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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乖 巴巴巴 鱼巴巴巴巴 啥啥啥 鱼巴巴乖 啥啥啥啥 啥啥啥 啥啥啥啥 啥啥啥 有从风雨再大都不怕 我们团续在一起 我们小琴娃要爱唱歌 小琴娃要爱唱歌 大雨小雨都不怕 小琴娃要爱唱歌 大雨小雨都不怕 我们一群小琴娃 你是最小的一个吗 你今年多大了 七岁半 七岁半 怎么就你的服装颜色和其他人不一样呢 就你们俩的服装颜色不一样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是主角 主角 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小朋友在表演的时候 台下有一群人特别特别的紧张 就是刚才我们搬上来这些大型道具的各位 你们好 你们好 这都是谁呀 你们认识他们吗 这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这是我们的后援团 这个后援团组成了孩子们最得力的后备力量 欢迎各位你们好 辛苦各位家长了 谢谢 在坐在坐着守候 我呢 跟你们一样啊 感同身受 我的宝宝现在虽然现在小一点 但是我现在也在培养他这个学习舞蹈 他非常热爱 非常喜欢 我也希望我的宝宝能够有一天像你们的孩子一样 走上这个魔力的舞台 在这里展开他的舞蹈之路 从这里慢慢的绽放 就像他的小明一样 花朵 在这里开放 开放 谢谢 我们相信其实此时此刻在收看我们这期节目的观众朋友 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一定对这方舞台充满了向往 也希望和欢迎所有的有舞蹈梦想的孩子们来到我们这方舞台上展示你们的风采 也再次的谢谢 谢谢我们所有家长 更开记者招待会似的你们 谢谢 谢谢 这个作品的推荐人呢 是王小燕 王老师 您来好好推荐推荐这个作品 我得好好推荐 刚才你们跳得非常的棒 我第一是感觉小青蛙们 他们那个形态 神态 抓得特别的到位 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 孩子们对青蛙的那种理解 对青蛙的那种 那种舞蹈的一种感觉和体态 包括他们那种心里的一种感受 都通过他们这种体态和神态表现出来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孩子们那种团结 有爱的那种精神 在这个舞蹈当中 零零尽致的展现出来 所以今天你们的表演是非常成功的 练我呼吁所有在座的家长给我们打高分 好不好 孩子们不容易 谢谢你们 谢谢王老师的推荐 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深厚的各位观众评审团 拿出手中那件器 喜欢我们的小青蛙吗 如果喜欢就为他们投票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吧 截至到目前为止 四支团队的排名情况又是怎样 好我们看到了目前四号团队 以27分暂时领先排名第一 好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本期节目的最后一支团队 赶快来看一看他们的表现 有请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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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大概从你学的时候你就学的是技术 但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 随着你作品对你的挑战 你就觉得缺东西了 所以我觉得老师这么早就交给他们这一点 让他们的内心展示和技术合为一体 能互相帮助的这样去成长 我觉得老师编导都很了不起 而且孩子们确实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作品 特别是他们是一些吃得饱 穿得暖的孩子们 所以我强烈地推荐这个作品 谢谢 谢谢楼导的分享 我觉得其中的一点我特别认同 您说技术表现内心是特别重要的 技术是基础层面 而在其中在能够升华的 就变成了记忆 而且孩子们真的具备了记忆的时候 他们才有了去创造艺术的能力和梦想 我觉得这一点是老师赋予他们最大的财富 最宝贵的财富 谢谢 谢谢孩子们 接下来呢 我们邀请身后的观众评审来做一个选择了 这已经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最后一支团队了 您好好思考一下 究竟把票投给哪一支团队来请按键 在这个间隙 我们也问问其他的各位嘉宾的感受 王老师您对这个作品的感受是怎样的 刚才楼导已经说了 无论从编导的创作和创意 还有一支到孩子们的呈现 已经是可以说是堪称完美 我是感觉到孩子们有这样一个作品 通过一个暖表达一种爱 那么当别人送给他写的时候 传达了一种的爱心 同时在孩子又小的心灵当中 能够传递这种爱 将来他们长大以后 一定会用这种方式去爱他人 去把更多的爱给于旁人 孩子们表演精彩 谢谢 本期节目的五支团队已经展示结束 让我们记住每一位小朋友灿烂的笑容 还有他们翩翩起舞的样子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五位嘉宾要进行一个商讨和讨论 他们将会直接决定 他们心中第一名是哪支团队 而他们决定的这个第一名将会为其加上十分 最终我们来看一看本场胜出的究竟是哪支团队 接下来我们给五位嘉宾一点时间离席合一 这是一个五个节目 咱们今天要看看哪一个成为另外四个的代表作 一个是阶级戏 在于呢 它编排很小 这个暖着的角度 因为是你的人 你不好意思说 其实这个和花 包括小青蛙 它比较简单 比较质 比较表达了情感 非常非常的高位 大的角度 如果我们去看的话 我们对你们的项目意义会更大一些 刚才我说的都不清白 我觉得这两个真的割舌 舞蹈作品 肯定弄藏 又不是说技术方面的 它还欠一斤点是吧 很难的 但是我觉得老师摘得很干净 这两个再比较起来 我怎么还更喜欢弄藏技艺 我真的是不愿意 就是说好像是把一个好东西给弄掉 单纯 然后表达珍惜 它往往最巧妙的一点就体现了编导 在不经意之间 你们俩 我们俩 super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五位辅导员经过了离席合议 现在已经回到了我们的录像现场 在他们宣布结果之前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目前为止经过了观众投票过后 五支团队的暂时排名情况 好 我们看到目前的二号团队 以二十四分暂时排在第一位 排在第二位的是五号团队 排在第三位的是一号团队 排在第四位的是四号团队 排在第五位的是三号团队 接下来我们请五位嘉宾中的一位代表 来宣布一下你们离席合议的结果 我来说一下 我们评委每一次的评论都非常的纠结 因为大家都评得非常认真 从音乐到编导到表演到舞台呈现到孩子们的表现力 方方面面都注意到 但是每次呢 总得有一个来代表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评出来的 排在前面的这个舞蹈 名字叫做 好可怕 叫做暖 我们为暖加上十分 所以本场最终胜出的团队是五号团队 我们有请五号团队的指导员楼导 为他们颁发获胜的证书 恭喜五号团队同时也让我们想起更加热烈的掌声 送给其他的四支团队 谢谢你们 谢谢小朋友们辛苦了 谢谢 我们也要谢谢光临现场的每一位嘉宾 谢谢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到这里本期的节目叫做 您说再见了 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